這一塊亞運金牌 個人在天一面金牌 他是我國滑輪溜冰國手李孟竹 場上飆風競速一路全力衝刺 最終以1分38秒518的成績 順利衝出金牌 這也是他上一屆 雅加達亞運20公里摘金之後 另類的二連霸 多了一個新的紀錄 就是能夠兩屆都拿金牌 然後也就是家人來看 也我也剛好拿到這個金牌 剛好給他們一個禮物 是很辛苦 然後在其實練習的狀況 其實我狀況其實都沒有到非常好 對 剛才能有這個表現 我真的是很感動 這一次女子滑輪溜冰 可說是獎牌酷上演金包贏 台灣女將劉逸宣緊跟在後 滑出1分38秒712搶下銀牌 第二場之後 有跟教練溝通了一下 路線就有比較好 對 其實我覺得決賽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狀況是還蠻不錯的 結果不如自己預想的啦 對啊 反正我是覺得就平安玩賽最重要 劉逸宣親秀外表被封為滑輪女神 她原本一路領先 但最後關頭被隊友李孟竹超越排名第二 滑輪溜冰賽事中華健額表現出色 連續兩天上演了金包贏 後續還有很多賽事 希望能夠為中華隊進賬更多獎牌 以上是TV的新聞 余憲和藍月明在杭州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幫我加油 施沛羽拿金牌 開心又勉腆的笑著 謝謝大家加油 多金的喜悅傳回彰化 現場王惠美親自來貼紅綁恭賀 這是彰化之光 彰化頒發15萬獎金 另外贊助一個月2萬 總共12萬的練習獎金 聖面金牌也是陸港第一面國際競賽金牌 施加滿滿的獎盃 實時配與常年爭戰的成績 他目前大一 高中最後一年 勇奪全中運雙金 包括高女組滑輪溜冰1萬公尺積分淘汰賽 還有高女組滑輪溜冰1千公尺積分爭先賽 兩面金牌 像旋風一樣的女子 可是磨壞許多瘋火輪 練出來的 這是他們用的技術輪 然後一組的話8顆大概都要6500以上 然後磨過的話就可能打下來當練習輪這樣 原本是想說讓他就是有一個運動 然後身體比較健康 才不會季節交替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感冒這樣 失配於首度站上成績組國際舞台 就成為大黑馬 拿下女子1萬公尺祭典賽金牌 母校金城中學餘有榮焉 畢業紀念冊上 他也是著裝訓練的樣子 他因為受訓 經常無法和同學一起上課 但是運動會一定回來參加大隊接力 負責最後一棒因為速度超快的 他在走訓中心物理治療師 對他影響很大 要到陽明交大去就讀物理治療 他最喜歡的科系 老實說他是同學的開心果人緣很好 他從幼稚園開始滑輪運動 運動傷害當中難免受傷 也因此認識了物理治療 高中畢業考上陽明交大物理治療系 早做好了規劃 希望自己即使未來不是選手了 也能成為其他選手的後盾 TBS新聞陳志忠 吳舒平 彰化報導 確實可惜啊 就因為場上雖然是四比一數了 那覺得場上還是有一些機會吧 尤其在前三局的增強其實是滿激烈 真的是讓所有觀眾看得好緊張 桌球男雙四強戰 被說就像是金牌戰一樣難分勝負 雙方緊咬比分 我們感覺自己發揮都還不錯 就可能第二局其實還是有一點機會 然後自己沒有拿下來可能比較可惜吧 台灣桌球好手莊智淵 林昀如 老少配夢幻組合一路闖進亞運四強戰 面對大會的頭號種子 南韓的張宇貞和林中勳 前兩局由南韓先拿下 第三局中華隊局數開張 第四第五局雙方比分 你追我敢 最終還是被對手收下勝利 晉級金牌戰 而老莊小林則是替中華隊 近仗一面銅牌 正面銅牌也是中華隊和莊智淵 睽違17年的亞運男雙獎牌 其實在打比賽的時候不會去想到說 這些拿牌不拿牌 就是想要打好比賽 但有牌總是很開心吧 那就是比較可惜就沒有顏色沒有變 這種大賽本來就不是說可以 你說就想要拿牌就拿牌 就也不敢那麼順利吧 趕快吸取教訓吧 然後再就希望明天奧運的話 可以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比完亞運小林同學已經放眼奧運 道士桌球教父莊智淵 已經是亞運的七朝元老 未來是否還會征戰 下一步要怎麼走 還是要回去跟就是母親討論一下 我是怎樣 那一切還是取決自己的狀態 反正就打一天是一天 球迷們就怕看一場少一場 不過莊智淵沒把話說得很絕 也代表未來還是有機會 再看到夢幻老少佩替台灣爭光 TVB的宣傳綜合報導 中華隊又傳來好消息 那這面獎牌是來自全級的擂台上 我國的女拳王林玉婷 稍早已經成功晉級到四強了 不只確定保底會有一面獎牌 而且她還拿到奧運資格 她拿到一張門票 我們聽一下她怎麼說 打完然後有領先了 自己就稍微比較放開 甚至到第三回合 她撲進來 抓到一個時間差 她可能被我倒地了 那獨秒 其實我覺得剛好有抓到那個時間差 對 我到那一張就是 我做到了 畢竟上一場就是 我的滑鐵爐之戰 在這裡我把她捲土重來 那我贏了 然後再贏戰勝這一場 拿到這張門票 其實我 就是心裡無謂雜陳 對啊 那就是今天拿到這張門票之後 其實也就是證實預言 就是賽前預言 就是先拿到門票 那後面就是讓自己把這個獎牌顏色升級一下 對 林玉婷是難掩興奮的心情 那畢竟他也講到說之前是他的滑鐵爐之戰 他當初就想透過亞運這場戰役 不只是要取得這個奧運的資格 還希望說獎牌能夠拿到是金色 希望能夠拿到金牌 那他也透露說其實 從中華隊楊勇偉 連真林拿到金牌之後呢 他就有私訊給這個學長學姐 希望說能夠傳遞這個金牌的好運 再加上說前幾天呢 這個詹家姐妹也拿到金牌 他也私訊合照說 希望能夠一直把這個手氣延續下去 那包括全集昨天甘家威 已經也是保底一面獎牌了 那今天的好消息呢 是林玉婷不只保底一面獎牌 還取得了2024巴黎奧運的資格 持續的鎖定杭州亞運的最新消息 來關心到在克拉樹賽場 我國傳出了一個好消息 也就是在男子的賽事 黃君達呢 是連續立刻對手 擊敗了蒙古跟吉爾吉士的對手 順利了闖進四強 也確定保底銅牌最好 這樣目前可以看到 就是確定了他至少也可以有塊銅牌 而且接下來呢 還要繼續來爭奪金牌的資格 我們來聽聽稍早之前 黃君達的訪問 好可以看到金牌戰呢 慢慢就要來爭取啦 那接下來對上的是哈薩克的選手 也希望黃君達能夠再接再厲 已經有過三屆亞運會的經驗 年紀已經來到38歲 對黃君達來說呢 這一次呢 真的是他的最後一擊 他希望說能夠穩扎穩打 目標當然不是只有局限在同牌 也希望能夠往上推進 來爭取更高的榮耀 很想要幫台灣在哪一邊排 然後也想要證明自己 但是就是比賽就是很現實吧 就是自己覺得很冤枉 忍不住了一崩實在覺得好委屈 我國滑輪溜兵好手黃玉琳在1000公尺真仙賽 被判推大陸選手 因而犯規失格 從年初一直受傷 我只要想到我受傷 前陣子剛從受傷的腳踝 剛復健完而已 然後又要出發杭州前又跌倒 好不容易停進決賽 卻在決勝點 因為後方選手跟上來撞到他 自己重心不穩 才會碰到大陸隊的選手 他解釋並非刻意心情大受打擊 其實他是在非收破心的情況之下 去touch到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願意去碰住 因為他們應該也都知道 那個碰住對他們來講就是失去競爭力 雖然排名第四無緣奪牌 但對於遭判定違反運動精神很不甘心 只是提出訴願了 最終依舊維持原判也只能接受 不過中華隊在男子滑輪溜兵 還是有獎牌進帳 脖子上掛著剛到手的銅牌 趙祖正決賽緊追兩位南韓選手 最終以1分29秒527排名第三 稍稍可惜吧 對啊 就是最後那邊沒有掌握好 就是沒有 因為猶豫了一點點 所以就是沒有過掉那個韓國隊 所以就是被他領先 趙祖正曾在2018雅加達亞運 滑輪溜兵2000公尺公路賽摘金 而他除了國手身份也是台大物理治療所的碩士班學生 通過物理治療失資格 他也為了這次被占杭州亞運 暫時休學 終於比完如是重負 成功替中華隊再填獎牌 對一本新聞 余信翰藍玉銘航中報道 亞運場邊另類焦點 外籍體育選手們關注的就是這個 這是他第一次體驗拔罐 他感覺非常好 他的背不疼了 感覺很好 拔罐疏通經絡 對付發言 阿富汗排球選手好奇治療效果 特別正比賽期間體驗看看 我對針灸特別感興趣 我聽說失針的時候 會按照人體的經絡 但是我不知道具體怎麼做 我希望能知道更多 亞運村內設置中醫藥文化體驗館 連沙烏地阿拉伯的隊員也來到這 觀摩觀摩神秘的中國傳統醫學 運動員經常會因為運動 有一些損傷或疼痛 可以通過推拿來祈禱緩解 選手對一還有外媒記者爭相預約 更是從一早就湧現推拿人潮 早上是9點鐘開館 開始上班就有很多人 陸陸續續來預約 今天中午不到就已經約滿了 非常的火爆 不只可以透過中醫舒緩不適 現場還有在中國大陸的外籍 中醫留學生 協助解說讓外國人深入了解 珍酒穴位 人體模型 簡單明瞭 還有科技互動式的體驗活動 國際體育賽事也讓中醫特色 更廣為人知 TVBS新聞 我們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